北京奥运会 黄雪晨跟随队伍 获得花油时尚第一派奥运奖牌 雪偶组合 摘得中国花油双人项目中 首媒奥运奖牌 功臣名就 华丽转身 白玉明上海退运运动员 宣布奥运势 直点江山 这是成功者最该有的样子 但是 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 当事业需要你的时候 面对着将要重来一次的苦和累 面对着可能的伤痛和失败 到底需要怎样的勇气 才能回到原点再来一次 我面对摄像机比较紧张 面对摄像机不怎么紧张 2018年 我们就有幸记录了这样的一次反场 让我们走出荣耀 和花油女神黄雪晨 一起经历人生的一次反场 两个人水位都太低了 稍微高一点 特别沉一肩 你膝盖连边都没有出来 小腿了 膝盖下沿知道吧 然后你上来之后 还要倒在一边 垃圾呀 黄雪晨 中国花样游泳的传奇 16岁就夺得世界冠军 连续三届奥运会 帮助中国花油 站稳了世界亚军的领奖台 2016年 26岁的黄雪晨 在礼乐奥运会 斩获银牌后 选择了告别泳池 结婚生子 高力我就跟你说收 上下推我跟你说收 坐下旋下去又给我收 能不能改掉啊 其实他们可能太胜 他们都总觉得 我可能有点痛 你觉得可以痛 凶啊 我是比较严厉一点一点 我不太会对他们抓活的 因为我觉得 自己就这么过来的嘛 今天你等我写出姐姐 我有点慌 她们俩这样一点 但还不能叫你阿姨 二零一八年 离开花样游泳两年后 以上海队教练的身份 再次回归 黄雪晨依然是大家的焦点 好 谢谢学生姐姐 大的话九六 最大的一个九四 但是普遍的话 还是在十八左右 十八岁的时候这个忙 十八岁我的时候 我也比较令流 我已经奥运会了 你想现在我是三届奥运会比完了 完了之后 就是世界 就国际泳联的最佳游泳 女运动员也拿过了 这个奖项在亚洲好像都没有 就拿到过一个 那吹个 也不是吹个牛了 中国前无古人 花样游泳 花样游泳对前无古人 后面有没有来者 摆得那么快肯定是没有 过个十几二十年可能会有吧 后面没有来者 意味着国家队没有人接班 也意味着刚参加完退役仪式的黄雪晨 还要返场 那天那么起退役 我们雪晨同学已经光荣退役了 但是雪晨那天说得很好的 在那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你再重复一遍好不好 心情蛮复杂的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句号 而是逗号 希望在这个圈子里更进一步 国家队也表态的 他说他愿意等雪晨 国家队也希望黄雪晨能够归队 冲击接下来两个重要的国际比赛 2019年的市井赛 和2020年的奥运会 目前他呢 主要还是有氧的这些 减肥位置 力量其实还没怎么介入 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心里面这一关要过 他们两个人 我对他们很有信心 离开两年 重返赛场对黄雪晨来说并不容易 我们两个主要是先减肥 其实雪晨姐还好 雪晨姐一般去练起来就 她只要我怀孕长了三十公斤 公斤哦 经常出去吃饭 人家说我生小孩早胖了三十斤 我忍不住地回头我翻你一翻 叔叔 阿姨好 你好 不要掉了啊 掉了你就没得出来 我出生于九零年 反正现在也二十八了 然后基本上嘛 都是在练花园游泳 然后我们现在也成家了 然后小孩也有了 然后还养了一条狗 依依 来 吃吧 你太野蛮了 看到吧 哎 来了 你太野蛮也把他吓死了 一开始考虑就是想先恢复看看嘛 因为包括自己的伤病问题啊 自己也不敢确定 反正就是包括现在 其实自己也不是特别能确定 因为毕竟我还在减肥的路上 还没有开始正式训练 然后就是一开始想的是 能在上海训练嘛 这样也能陪着孩子 因为毕竟孩子还小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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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回到国家队集训 黄雪晨就再也没有时间 陪伴还不到一岁的女儿 两天外婆来天天抱着乐乐 好嘞 抱着就不放下来 那也不行的 玩的时候要她运动运动 妈妈就带我们来去了 奶奶来就陪我们一起运动运动 我其实挺矛盾的 我想多陪给她 但是如果我要参加奥运会 我肯定是要花大长时间训练的 当然人家也说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前三岁嘛 所以也买矛盾 我还是不ái 我还不太做什么 不行 想判断 我帮你看我也是 我按B支 这个人在来 然后弄完之后 等它都弄好回去了 我就再过来 我10点50不到 我就出了门的 开到现在才到这里 处理完孩子的琐事 黄雪晨才能抽身来 给身体做康复 对不起 这是我们那个 谢谢教授 他也刚来 主要是什么问题呀 主要是手腕和腰 比较影响训练 手腕和腰 我跟你坐的时候 你痛不痛 掐的那个地方有点疼 这个地方有点疼 这一边呢 这边就是三角软骨 一个撕裂 左边后来打过伏壁 就是扁着了 我真的觉得 这都卡罗了 就可能会疼 疼的 这样亲上去碰不碰 碰的 这样呢 碰的 碰的 仰卧 仰卧 02年开始 到现在 参加了三次奥一会儿 对 没有什么欣赏 现在老病 痛吗 疼的 这有痛的 这个痛在哪里 痛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在前面的这个地方 好 医生 医生 我能不能先休息一下 已经觉得很痛了 我缠口气 好的 好的 看来你要全身修理了 我可能需要 换个身体 听说黄雪辰要来做康复 医生们都很关注 我要回腰 你好 好 他稍微有点 左肩也不太好 你看 他的这个地方呢 他们那个花油队啊 他们一直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他们肩膀受伤很多 然后那个下肢呢 下肢有一个这个滑水的一个动作 所以髋关节也不好 然后踝关节的那个飞骨肌腱这边 普遍都有问题 那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很好的 尽快地治疗 治疗你就可以好压 主任亲眼瞧 憋不住 哦 但不好意思 这里疼的 肩也疼的 我这样能不能 对 也疼的 我忍不住了 那你这个肾上的时间 它需要一个慢慢地修复 你要把肌肉的这个力量的状况 和它的这个排列的这种 温暖的状况 你要把它理顺的话 那这个的建立 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长年的训练和比赛 留下的伤病 黄雪晨需要时间来治疗 而停训两年来 上升的体重和下降的体能 他更需要时间来恢复 一 二 三 四 二 五 六 七 找这个感觉 好 好 我会把这些感觉都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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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重心拉不稳 后面就是 只能偷就跑了 只能偷就跑了 根本踩我怎么拍子 不要说脚了 好 来 下啊 动 动 发 带他 上 下啊 带他带他 带他 一切 能听到这个动作 已经很溜了 那可不可以 今天都跑得就跑了 我们就跑得很溜了 那可不可以 带你来 今天一天一天晚上 还在这一点 还在这个点可以吗 可以 还在这边有 有多累 很久没练了 他们应该是 想象一下你中学的时候 第一次跑八百米 差不多这个感觉吧 虽然我没有跑过 16年奥运会玩了 到现在没练过吧 水上没下过 然后舞蹈课的话 14年到现在就没上过 对于回归 黄雪晨有自己的计划 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我给两天想过了 就让无锡的卫星帮到割筒 觉得不是很希望去北京 我觉得可以去绿洲 可以增加一点 正好坐下来一起聊聊 拿个椅子 先拿个椅子 你的那边还有 就随便的 他们会动你 现在是这样的 我刚从北京回来 跟周领队和刘领队 都见了面了 周领队对黄雪晨和你的付出 如果要练的话 就希望尽快回到国家队 然后包括就是 他们在那个市井赛的选拔上面 他们的方案现在就是说 选双人的人必须要上集体 按照东京奥运会的规定 花样游泳 每个国家只允许报名八名运动员 这也意味着付出的黄雪晨 不仅要参加他擅长的双人比赛 还必须与新老队友们 一起配合完成团体的比赛 所以国家队的教练 希望他能提前归队 尽早和全队一起磨合 提高整体的默契度 他说他四月份到国家队 上集体他觉得也没问题 我说你现在生过孩子了 你的身体已经被撑过了 你跟原来不一样了 你要么很厉害 要么一点都没有话头了 需要提前大半年离开家人 吩咐北京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黄雪晨本能地感到抵触 我本来做好的是四月份去 然后去完就吃饮菜比完 奥运会那边都在那边待着 但是没有想到要那么早 主要现在 把眼睛挖了 阿鸟身体很老 雪晨反正我听起来 好像雪晨就是担心 他家里面的帐家老 想来小问题 但是这个确实 确实就是不是太大的问题 你真的因为 不是说把你关在那里 把你锁起来 超标的体重 康复中的伤病 还在调整的状态 各种不确定性 给了黄雪晨 巨大的心理负担 就像我雪晨反正刚刚 觉得信任是互相的 人是有惰性 是有的 所以我也不希望这个懒惰的时间再给出现在北京的状态 就让我说 我为什么经厉害我得干什么 就是因为我多了不经厉害 没有提上台 只要参与了 你已经洗得了 我白雪晨最好让他参业 所以 作为游泳中心书记的张光月 除了尽量去体谅和帮助黄雪晨 也不得不更多地将责任和使命 转化为动力去激发他 所以我跟你讲 你这个最后是害什么 我不是给你压力 我不是给你压力 但是我说真话 你这个事情 就是对中国花样游泳队的一个打指 因为现在没有双人能够接你们两个班 我就今天摆在这个句话 摆在这里 回去以后你是一种精神 你这种精神是对整个花样游泳队的一种激励 而且对我们上海游泳中心的一种激励 我觉得我提出来的要求 并不苛刻 我觉得我能帮你想到都想到了 我最后 就决定帮我发出微信 有什么要求全都给我写下来 但是太过分了我会帮你修改 好吧 不会太过分 但是怎么说 太要求太低我也会帮你修改 你说我那个 把压力转化成动力 是优秀运动员必须具备的素质 之后的几个月 黄雪城持续提高训练强度 用不断提升的能力来给自己建立信心 今天过去主要就游游泳 然后主要就是把基本动作 倒立啊旋转啊 这些做一做 然后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把强度会慢慢上去 看一下怎么踩的 好 不要笑 不要笑起来 不要笑起来 就一次性的时间 用力的 五 十五 七 休息一下 换三个人 好的 有点 累不了 其实不是很累 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要求 主要是附动踩水 练的是一个踩水能力 然后包括一系列的托举能力 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们踩着 把人托起来 这也是靠这些的 然后这是一种训练方法 花样游泳被称为水中芭蕾 这些华丽的舞姿 都始于踩水 倒立 冲起等 最基础的动作 比方说倒立的话 就是手去到90度 然后手掌滑的时候 要像滑八字一样滑 然后小臂动 大臂不要动 然后后背发力 倒立过来之后 能控制住自己 垂直度 因为整个重心 包括你自己肌肉的控制 会比较难 这个平时国家队也会累 量上面 量上面 量上面区别大了 量上面可能五十分之一吧 嗯 谢谢 原来说 我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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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的效果已经这么大阁了 以前叫个出去 这都要死心来不再出去 怪啊 没事 你没跟他讲悄悄话吗 这都不抵达了 这都不抵达了 我们出去 对 对 对 谢谢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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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 妈妈吃了 都没吃点了 出来一样吃 妈妈早点回来哦 不可以的呀 妈妈拜拜吃 妈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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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岁到二十六岁 黄雪城从泳池边的小女孩 蜕变成了中国花游的一姐 今天 当年的小女孩 已经成了另一个小女孩的妈妈了 结成二十五年 但二十八岁的她 将再次踏上真城 超高强度的训练 近乎严苛的体重控制 常而难以想象的自律生活 是黄雪城在十六年花游生涯里 每一天都在重复的主题 如今 她将再一次回到起点 默默告诉自己 从头再来一次 想一想可能会有点累吧 先做好会累死的准备吧 因为毕竟过去 就像我之前说的 是插班生的形式嘛 那现在我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很久没有见到我了嘛 就是说白了等于是 重新认识一下的感觉 你走之前都跟她们讲过了吗 你那时候是说家里的尴尬 没敢去 奶奶可能还不知道我已经去北京了 不要提这个问题 因为反正 过吧换一个话题吧 有点尴尬 对有点尴尬 Never want to follow 放慢 还好吗 啊 放慢 常进 还好 想不去这吧 budget Qué complaints seks 下午去了 她们吃了 学习怎么样 进 facto 没点 明天八点bach 明天八点前 上午一 &下午一见 上午等下午 好 国家队实行严格的封闭式训练 一般不对媒体开放 但因为黄雪晨的到来 第二天早上 国家队特别批准我们设置组进训练场 记录下黄雪晨回归国家队的第一堂训练课 透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 作为一个插半身 黄雪晨明显跟不上年轻队员的节奏 黄鳝晨星 参加碳 准备得让你收 曹大辣 都连哪ht 是的 别被引盘党开始了 叔叔 今天练了什么 强度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强度就像黑板上写的 开学了 开学了 先要教诗家作业吗 可能我就是一周大概 加起来差不多是这个强度吧 所以现在有点站不稳 有点累 是吧 今年年底集结到现在半年多 花游队每一天都在训练 花游队的训练分为浓厚 一个一个动作去打磨成为了姑娘们 近期训练的常态 经过一个东训 队员的体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花游队进行了阶段性的体能测试 封闭训练 中国花游队体能大幅提高 中国花游队 归队半年 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超高强度训练后 教练认为 黄雪晨已经恢复到了退役前的状态 他将在一个月后 代表中国参加在韩国光州举行的世界锦标赛 在大赛之前 黄雪晨决定在北京举行的 2019国际泳园世界系列赛中 进行一次表演 他伴随着一曲梁柱潜入泳池 在各国同行面前 做了一次亮相 我再次代表中国出征 做一次能场 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谢所有日人的精彩演出 你让我把他拿来 拿双瓶来去吧 拿尾峰去吧 你妈试试 我们再去吧 我稍微点汤鱼去好了 赏海你谁也比较会吃汤鱼 我也是比较爱吃汤圆的 稍点汤圆吃吧 十年 十年上海拼拔了 我吃的日子 反正十年也没好趣 反正十年上海了 我十年上海了 总归 十年家乡了 少年 那我已经告诉你 你最重的时候到底吃多什么 最重的时候得 加上生小孩得九十多公斤 一年多 结了六十几个 嗯 是的 结石 加运动 再加结水 就已经不是石 你水也得结质 就有时候我们训练完 回来去烧拿 要超一公斤 你就蒸一公斤 超零点五 你就蒸零点五 但一般都是要蒸一个多小时 基本上半个小时可以蒸掉零点四左右 如果状态好的话 当然这种方法肯定是不可取啊 特别是针对这种大众 根本就不太合适的那种 但我必须要达到 因为这是关于集体的问题 就等到后面有一种见解 就是你蒸完出来洗澡 你连洗澡水都很想喝 重新适应训练馆和宿舍之间 两点一线的生活 对她来说并不难 这是她从16岁就开始习惯的模式 这里也承载了她无数的回忆 然后我们一般就是围在这里 应该还有一个椅子的 当然还有一个椅子在燕子房间 她有时候要抄东西 我们就不习惯坐在写字台上抄 习惯就坐在小板凳在床上抄东西 这是我做给他们队里的新年礼物 然后这个是就是谁在一月过生日 谁就有照片 然后一月的人还蛮多的 然后二月也不少 没有人过生日的时候就放集体照 然后当你翻过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月谁要过生日了 然后大家也可以做个准备 每个人做人 每个人做人 人手一份 因为你在当运动员这个年限 并不是说 就这中间并不是说长久的 特别是国家队 你都是集训制 可能回过头 这一次选拔你没选上你回去了 可能你因为一个伤病 你可能就再也不会来了 所以就经历过这些之后 就觉得珍惜当下吧 反正以后留作回忆 反正应该还可以 国家队为了确保优中选优 定期的选拔和调整运动员在所难免 在这里扎根最久的黄雪城 格外珍惜与他并肩作战过的每一个人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正好是一个阶段的大强度完了之后 跟他们北京队一起一起训练了一堂课 然后中间那个汪恋 中国老教练了 就资历比较深的嘛 他带了好多好多拨人 现在在场上的最早的一波 然后就是我们这一波 然后这样按年龄分 就是按就是你训练的一代一代人 就是练完正好记录一下吧 就是冰带 就练到后面 教练说话你已经没有办法听到了那种 我们因为要做憋气的动作嘛 有时候大脑圈痒 然后完了之后就只能冰一下 就你冰一下就可以冷静一下嘛 要冲击奥运会 要冲击最高领奖胎 你就只能这么付出了 没办法的 2019年7月 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在韩国光州举行 这项两年一届的赛事 是世界泳坛最重要的比赛 同时 今年这里也将决出两张东京奥运会的门票 刚刚正式复出的黄雪晨 将参加双人和团体两项比赛 他要转着 他要转到一块 这颜色是escola 在中国京奥运会的 那颜色是有什么 和启的高度 是 七天八场比赛的密集赛程 非常考验体力 但是比赛的空档 黄雪晨还在反反复复地训练 争取为付出之后的手秀 做最后的补足和提升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我们现在是在韩国光州的 念珠体育馆 为大家带来的是第18点 国际联系统交赛 花样游泳战谋 双人四游四选最后的决赛 参加决赛的一共有12队选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时隔三年 一千零五十六个日夜后 耀眼的聚光灯 再次为黄雪晨点亮 作为中国花游的翘楚 她的表演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作为三十岁的老将 她的反场能否赢得满堂彩 也充满悬念 期待燕子和雪晨的精彩表现 退役再回归 暂停又重启 没有人知道这纵深一跃 迎来的是不是华丽的起身 托局很高 头部都出水了 很特别 很新颖的一个托局 一开始考虑就是想先恢复看看 因为包括自己的伤病问题 自己也不敢确定 反正自己经历可能也没那么好 然后所以就是想再尝试一下 一个托局 连接 弹度腿阻格 距越节奏很快 力量非常好 疼得 这样轻上去痛不痛 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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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 我能不能先休息一下 我喘口心 好的 好 vad 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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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 我已经不是我一个人了 不光是我的家庭 包括我的领导 包括我的队友 我希望我能做到他们的期望 难度冲击批刹 完成得非常好 这在已经临近结束的时候 依然有很好的体力 二 二 三 四 为什么我心里不在家庭 就是因为我到了不经历 没有提上台 只要参与了领寄的 我不是你最好的参业 我记得了不经历 我把代表王军人 我要代表上海 弹度推速和双腿 稳定高度 再速 拨角度 太棒了 两名选手从2013年就开始配对祖国 但是他们曾经一贯离开了赛场选择 那已经是生了一个小朋友 然后重新回到赛场 重新和爷与世飞翼的邓文艳 重新搭档回到比赛当中 我压力也挺大的 对 但是这确实就有几次练得比较累的时候 就有惊软过啊 对 那个时候就是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恢复成什么状况 但经过整个一东训到现在春节之后这几个月的训练就感觉 我不是茶白生 我是那个班级的学霸 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都发生了什么 可以说就像雪藤说的那样 选择回归是因为自己还热爱花油视野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初心回到历池碧水当中 95点7667 这头动作也是得到了裁判的进一步的认可 我觉得我们这两个老公园都是他们自己喜欢花油 因为他们重点努力的是客户系列 还有这半年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质的 非有一个质的 现在您看到的是本期世纪赛 华尔游泳双人自由自卷项目的颁奖仪式 黄雪晨虽然也发挥得非常的出色 获得了该项目的亚军 夺得亚军取得东京奥运的参赛资格 虽然还是没能战胜竞敌俄罗斯队 但黄雪晨的付出给了未来更多的可能 也给了他的后辈们更多的期望 对于我也是跟妈妈这个问题 其实会有一点伤感 因为很多时候我不能陪伴孩子了 然后孩子现在会叫妈妈叫爸爸 但是他最亲的不是我 来来跟妈妈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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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我的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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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妈妈亲子 嗯 妈妈 妈妈再见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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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在努力去平衡怎么训练 怎么去跟家庭 因为我现在代表的是国家队 所以还是以国家为首要 对 对于中国花游队 黄雪晨的成功返场更是一种鼓舞 提升着全队的士气 还可以啊 这个可以 完了那个第二个 这个不错 但是在这一块 那边雪晨加不错 完了以后后面都没吹过 那雪晨最后就要舒服 快一点 我觉得首先是雪晨自己 特别特别努力 因为这次回归可能他自己觉得 他身上的责任很重 我觉得能够给这个其他队员 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为他一直要坚持 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花游队 为了争夺奥运入场券 努力了整整17年 为了站上奥运领奖台 又奋斗了整整8年 因为很多小队员也是跟你一起练 当然了 这些训练计划我跟他们也是一样的 就没有减 可能他们也会觉得 啊 雪晨姐也停了 那我坚持不住 我也可以停了 那如果说一样练 他们觉得很累的时候 看我也在坚持 就会给他们也是一种作用 就会觉得 雪晨姐都还在做 算了 我再坚持坚持 所以这种心理上 其实可能会比身体上 来得更重要一点有时候 我现在已经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了 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我们中国队出场了 对 集结得非常快 好的 包括之前所有出场的队员 才会让中国花游的未来更进一步 每天训练前教练都会说 然后训练的时候也会不断提醒 大家都很明确要去超越俄罗斯 然后都很明确自己的毛病 在演出中 观众对反场抱有最大的期待 在比赛中 运动员为反场承受最大的压力 在人生中 每一次反场都意味着不为外人所知的付出 我们上场其实可能还想我们自己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几代人不断地努力下 就跟他们的距离一直是越来越小 对黄雪晨来说 他的这次反场只是他人生中的一小段插曲 对于中国体育来说 正是这一点一滴的付出和努力 才铸就了不惜的荣光 就像刚刚那照片汪恋 他可能在他那个年代做运动员的时候 他也可能没有想到 可能中国华尔游会到那么好的层次 那个时候中国华尔游可以说 连奥运会都没有这个采态 那现在能参加奥运会还能拿前三 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拿冠军 这都是数位之数 比如说我们这次资赛 我们分差可能比之前还要接近 但是我们不可能这次比赛就直接超越他们 我们只有说给裁判留下这样的印象 觉得中国队跟俄罗斯差不多了 或者说中国队有些地方比俄罗斯做得还要好 那等到下一次比赛的时候 你上去了裁判会觉得 我记得上一次中国队好像已经比俄罗斯做得好了 那我的分是可以往上提了 就可能成绩会之后 影响力会之后 就确实也是这样 如果他还说在之后 然后再之后 然后你的职业生涯可能 新于他结束了 你会不会觉得 会可惜惋惜吧 那前人重处后人乘凉不就是这样子吗 前人重处后人乘凉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不会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吗 是的话 我会觉得你不是这样子吗 我会觉得我会认为他 我会觉得你不是这样子吗 我会想吃点大块 你会想吃点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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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吗 下半期后 长期这种前妻 是什么 自动的表现 改变的表现 对 我练 hel to 请你来 下了 还好 一个姐 别人怎么会拿着这个 都直接瘦掉 主席就是黄雪辰的脸有多大 每一次说说说我再减肥 就我拍了一段时间 我还在吃 我吃的减肥 自己都要笑着脸 我不行了 国际永莲那个国际A级裁判 过来给我们讲评 结果他一眼就发现了 然后我认识这是黄雪辰 我觉得就富然关注得高 然后第一句话都是 黄雪辰的好顺啊 没有面子